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了 你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号大师为您带来的DOTA2研究室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期节目是关于今天比赛当中 圣子华练的乐旗被对方的潮汐在第一条命打掉以后 肉山盾复活的时候的一个压起身的大招 没有开出来BKB的一个详细的测试 这个测试在直播的时候我已经做过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有些地方我做的不够细致 因此在今天的所有比赛结束之后 我又专门拿出来时间去研究了一下DOTA2维基百科 他的视频给出的答案和实现的条件 最终在这里把最后的确定性的回答 在这里汇报给各位 首先先明确一点 压起身的这个操作是如何实现的 那么这个和风杖所谓的完美连接技能有一个什么区别呢 首先风杖吹起来你的英雄 你的英雄此时此刻在输入的指令是有效的 例如我们用风杖吹起来骷髅王 骷髅王在落地的时候 如果你在空中点击了BKB或者点击跳刀一次 那么他在落地的时候 如果跳刀可以使用或者BKB没有进入CD 那么他就可以开出来 在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时候点一下BKB 我不需要进行更多的操作 我只需要点一下就可以 BKB在利用风杖去配合技能的时候 所有的英雄里面如果想配合风杖 对对方实现一个让对方无法开启BKB的完美抗宝 尤其只有一个人是萨尔的A仗 因为萨尔的A仗会在风杖吹起来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对对方实现了一个闭锁的效果 让对方无法使用BKB 除此之外所有利用风杖去配合的技能 无论是任何形式的穿刺 潮汐的大招 紫猫的残阴影魔的所谓的完美大等等等等等等 所有的机制都是可以被BKB给挡掉的 这一点这个地方给大家一个确定性的内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如果说是被击杀掉以后和被吹起来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这里把这个骷髅王打死 然后骷髅王这个时候再点一下BKB 会提示死亡而不会将这个BKB的指令纳入到序列当中 因此骷髅王起身以后是不会开启BKB的 这个就解决了很多观众在看刀塔尔维基百科的那期测试 或者是还有一种说法是当你被击杀以后只点一次BKB 不要多点多点就开不出来 只点一次能开得出来 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的理论 而真实的理论是什么样子 如果你想要在对方利用类似像虚空这样大招的一个情况下 你想把BKB开出来 尤其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你能够在站起来的一瞬间0.03秒之内将BKB的指令输入进去 那么这个时候你才可以实现这个操作 在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将鼠标的滚轮上下两个鼠标滚轮都绑定在了快捷键当中 并且将这两个位置都摆上BKB 然后这一次我们将虚空打死骷髅王以后放大 然后这个时候我切换到骷髅王身上 疯狂的去滚动我的滚轮 大家看一下区别 大家可以看到这次我的骷髅王是开出来BKB了 也就是说经过一个非常极限和苛刻的操作环境要求的情况下 骷髅王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实现BKB 而不管是肉山盾还是骷髅王 他的复活机制是一样的 在这个地方一定要强调一下他的复活机制是一样的 那么紫猫的残阴 潮汐的压起身大招 谜团的技能等等这些东西 我都是做了相同的测试 只要你能够做到在极其苛刻的条件下 0.03秒之内 起身以后0.03秒之内将BKB的时间输入进去 你就可以把BKB开启了 但是这个操作的难度 在不考虑像我这种极端操作的情况下 他所实现的一个概率是比较低的 紫猫的残阴也是同样的效果 如果你的这个BKB开的不够快的话 你一样会被对方拉住 但是因为我用滚轮 如果我不用滚轮 我这次给大家演示一个不用滚轮的 这次我就不停的按数这个键盘的4 大家可以看到这次我是开不出来的 包括只按一次也是开不出来的 那么这个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顺带再有一题的 就是今天测试发现了另外一个效果 很有意思 紫猫的这个残阴效果 不光是会给对方一个嘲讽的效果 还会带一个B锁 还会带一个B锁 大家看我能用这个混乱支援拉的时候 我这个BKB是可以点的 这个BKB这些地方是可以点的 但是紫猫残阴拉的时候 这个BKB会被拦住 你的道具会被避锁的效果 所以紫猫的这个残阴拉锁 带的一个嘲讽加B锁这个效果 整体来说我感觉还是有点厉害的 因为这样的话意味着 对方无法在你残阴的过程当中 去插入其他的队列 你的道具是插不进去的 就是这样 你这个点BKB什么有用的 你醒了以后这个BKB也不会开 所以紫猫的这个残阴 我觉得它的这个控制优先级 是今天突然间发现的 还是蛮高的 好了这期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花的时间还是比较多 如果大家以后在DOTAR当中 遇到了有一些不理解的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私信DOTAR维基百科 中文维基百科 不要私信我 因为他做视频和做测试 比我要更加的详尽和专业 好了我是脏脏大叔 感谢各位 咱们下期节目见 猫猫大